尽管美国在指责中国支持俄罗斯工业基础建设,但显著的事实与逻辑正在打脸美国,美国一直很自信持续的制裁能够摧毁俄罗斯经济,持续队伍援助也能打败俄罗斯。 如今白宫却又公开承认,说俄罗斯的工业和武器制造速度与能力非常惊人,超过俄罗斯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,美国终于有了面对现实的态度,却没有反省自己的愚蠢和错误,反而想继续寻找提罪羊,用下一个谎言来遮羞上一个谎言的恶果。 所谓中国支持俄罗斯工业基础建设,自然就成了他们阵阵有词的遮羞补,布林肯在结束访华后,回到美国接受记者专访,记者提问,众所周知,在当前的两场战争中,中国对俄罗斯不过是出售了一些零部件而已,美国对乌克兰和以色列,可是直接的大规模军费援助和武器援助,您难道不明白人们在怀疑什么?不相信谁吗? 布林肯讲了一大堆言不答意的废话,终究也未能解释清楚,这其中的合理逻辑到底是什么?说来说去就一个强盗逻辑,美国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才是正义的,别的都不正义,美国在拿中国说事的时候,他们似乎没有思考过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。 既然俄罗斯的工业和武器制造能力,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强大与高效,其后果就是美国即使全面投入战争,也没有取胜可能。 而这一切又都拜中国所赐,那么请问,你美国还有什么胆量与脸面?在中国面前装得像个八万,美国似乎也没有考虑更进一步的简单逻辑。 既把中国当头号对手或敌人,又把俄罗斯当二号对手或敌人,然后不允许头号对手或敌人支持二号对手或敌人,正常贸易也不允许。 这到底是自己愚蠢到家,还是真认为别人都愚蠢到家?持久的战争当然是打消耗战,谁的工业和武器制造能力强,效率高,自然意味着谁就会最终取得胜利。 既然承认俄罗斯的制造能力和效率都史无前例的好,而中国无疑是更强更好,那么美国和北约到底能否消耗得起? 这个问题不想明白就盲目瞎折腾,不失败可能吗?俄乌战争两年多,真正在替乌克兰消耗的不是别人,是美国自己,美国议会自己的统计数据说, 自2014年以来,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援助。 近两年的战争中,真正大规模援助乌克兰的也是美国自己。 北约成员和欧盟虽然也跟着叫得很凶,但基本都是嘴上功夫。 真正落实的经济和武器援助,其实少得可怜,竟是空投支票。 各国承诺的武器,不仅多为二战时期劳古董,而且兑现的数量也基本都是个位数。 另一方面,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,对俄罗斯直接或间接贸易增长最多的,除了中国,更有欧盟国家。 美国国际金融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布鲁克斯,一直在统计两年来各国对俄直接或间接贸易数据,结论是欧盟国家才是对俄出口最多的经济体。 这一点我在前面多次引述过,今天不妨再引一次,作为对俄战争的坚定支持者,可怜的布鲁克斯几乎天天都在发布和更新数据,天天在骂欧盟各国,天天在呼吁美国政府启动对欧制裁。 布鲁克斯显然不知道的是,这世界上最希望美国轰然倒下的,绝不是俄罗斯,更不是中国,而是美国的盟友,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铁杆盟友。 道理应该也很简单,谁受美国殖民压迫最狠,谁就是最恨美国的人,太监与奴才从来都是嘴上对皇帝最忠心的人,但内心里最恨皇帝的也正是他们,因为阉割他们的正是皇帝, 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巴以战争,包括红海战争,都在消耗巨大的资源和产能,而几大战场最终出钱出武器的中规,只有美国自己,这就是残酷的现实。 美国固然可以印美元来买买买,但印钱的极限无疑早已被突破,美国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已经危在旦夕,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还要不断地举债印钱, 为乌克兰,以色列甚至包括台湾提供所谓的援助,这当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那么简单,事实上已经是在给自己放血,去给别人续命。 普京当然是当今世界最清醒的人之一,如此要不紧不慢地持久打下去,就是要打消耗战,普京想要的就是打到美国被彻底耗干,然后彻底认输投降才罢休。 以色列是否也是同样的套路,以色列当然不希望美国死,但是眼见美国时代已经到了尽头,不抓紧时间利用美国最后的余威,为以色列再扩张一点领土,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,所以哪怕是逼迫美国流进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,这才是以色列当前的心思。 那么欧盟呢?前面的数据已经说明,对俄乌战争,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尽管都在拼命喊打,但真出钱出力的很少,就指着美国出钱出武器。 至于中东的战争,无论是巴以还是红海,欧盟和北约成员国都不再愿意卷入其中,所有人都知道最终的结果不是俄罗斯或中东被耗干,一定是美国被耗干,美国被耗干耗死了,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就可以真正获得彻底解放,不用再天天听命于美国这个已经徒有其表的恶霸王。 美国事实上已经被耗干了,自2014年俄美彻底交恶以来,乌克兰就陷入战乱,从那时到现在,美国国债已经从17.8万亿,上升到如今的34万多亿,国债翻了一番就是民政,俄罗斯2014年国债规模6000多亿美元,2023年俄罗斯国债规模降为4300亿美元,战争到底在消耗谁? 数据真相一目了然,俄罗斯越大越有钱,美国越大债越多,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一面跟着美国表忠心,坚决支持在美国领导下将正义战争进行到底,一面又都在加速扩大对俄贸易,包括对华贸易。 这就是数据揭示的残酷真相,这世界上没有谁是真傻缺,大家都心知肚明,只不过大家都希望打仗,都希望有美国出钱出力打仗,你美国是印钱剥削大家的经济模式,你不出钱出力还能指望谁呢? 目前还只有俄乌和巴以战争,后面还会有朝鲜战争,还可能有台海战争,南海战争,欧洲只是在北约的名义下,对俄乌战争喊打喊杀而不出力,对巴以战争则是近而远之。 如果东海、台海、南海再有战争,欧洲会像美国所声称的那样,坚定与美国站在一起吗? 马克龙刚刚发表讲话说,台湾与欧洲没有任何关系,欧洲不应该跟着美国干涉台湾问题,这已经是马克龙第二次就台湾问题明确表态了,所以大家不要相信,还会有什么北约联军或美欧盟军或联合国军,真的在爆发战争, 除了美国,不会再有谁跟着玩了,美国其实也不是不明白,只不过要维持老大的地位与尊严,明知被架在火上烤也无可奈何,必须死要面子活受罪,等到美国终于撑不下去轰然倒下的时候,其昔日盟友们一定会一哄而上,将其无马分尸,烹而食之,而彼是唯一能拯救美国的,一定是被他现在当作头号对手的敌人, 实际上目前的现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,除了美国的头号对手,谁也帮不了当前的美国,所以你能看到美国高官一定要不停地,死皮赖脸的持续放话,只不过这帮傻缺,就是坚持死要面子活受罪,非要装出一副不可遗失的大影模样不可,尤其是那些不知死活的所谓国会议员们, 成是不足,败是有余,讲大话固然吓不到别人,却能给自己壮胆,此外一无是处,注意我不是讲故事,是在用事实和数据讲话,多了一点推理而已。